录 tin in 恩婦吉�豆吉神神之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们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全幕早安 今天的圣道礼 我们举行应该8月27号的礼 特别纪念圣曼尼 这边还有翻译的是莫尼加 在英文应该是莫尼卡 这个名字在我们教会 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 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然后等一下我们在分享里面 应该会提一点点 但是至少这个米萨祈祷预像 我跟你们一起来 为那些做妈妈的人祈祷 在教会里面也看到 非常多的妈妈们 不管在哪个角落 在哪个负责什么工作 都有很多妈妈 在为教会服务 同时也特别 为那些还在受苦的妈妈们 不管是精神上 身体上的 灵性上的 这些受苦的妈妈们 为他们这些人来祈祷 现在请大家认罪 天真正的举行圣道礼 上主求你垂怀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上主求你大发自卑 使别我们救恩 愿绝能到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是忧苦者的安慰 圣父曼尼曾为了爱子 他的私定的向回头 每日以泪洗面 终于赢得了你仁慈的浮云 求你恩赐我们 因他们恶圣的带导 常能痛哭自己的罪过 以获得你慈爱的饶恕 以上所求释告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中途 至德萨洛宁人后书 弟兄们 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和我们聚集到他面前的事 我们请求你们 无论什么启示或言论 或冒充我们民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已经迫近了 你们不要轻易失去理智 惊慌失措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欺骗你们 因为主的日子来临以前 必定有叛道的是 那无法无天的人 就是那善亡之子 必定先出现 因此 天主借着我们宣讲的福音 招教了你们 使你们获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光荣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稳 要坚持 你们从我们的言论 或书信 所学得的传授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并开恩 把永远的安慰 和美好的希望 赐予我们的父天主 鼓励你们的心 并在各种善行善言上 坚强你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请向万民宣布 上主为王 他稳定环宇 不再动荡 以正义公允 审判万邦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苍天和大地 要欢心鼓舞 海洋中的一切 要踊跃欢腾 远远中的一切 都要雀跃 森林中的树木 也要舞蹈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因为上主已经驾临 他来审判乾坤 按正义审判普世 以信实对待万民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天主的话是具有活力 而且具有效用 能辨识人心的意象和思想 祝祝你 祝祝祂 祝祝 祝овать 祝άν 祝父 祝inqu 祝 祝 愿主 你们 Lands 愿 祝 圣 王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 获在你们金师和法利赛人为君子 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茴香和芹菜 却忽略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爱和信义 这些固人该做那些也不可忽略 你们这些瞎眼的想到 你们绿出了蚊子 却吞上了骆驼 或在你们金师和法利赛人为君子 你们洗尽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装满了劫夺和贪欲 三眼的法利赛人 先把杯的里面洗尽 好使外面也劫尽劫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赞美你 所以我们开始要算 就是耶稣 这怪这些法利赛人的一种货债 他们做出了好像很多事情变成灾难的样子 简单的这样的了解 昨天他们被耶稣指出说他们是让别人能够 应该是会误解 他们会带领别人走向一个不正当的方向 今天耶稣他就是又指出他们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很在意那种奉献 好像这些法利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们奉献很多东西 奉献奉献奉献 一大堆东西都是从那个外面来看 但是他们忘记了就是一个对别人那种的仁爱 公义正义等等这些部分应该要注意就是他们就忽略掉了 意思说他们很喜欢昌显他们自己的能力 但是没有顾意到别人 没有注意到他们跟他们生活的这些民众 这些信友 所以耶稣特别指出这一点来 不过今天我们应该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字 就是如何活出这个天主 他要表达的是说天主是仁爱的天主 是不爱的天主 然后这个耶稣他讲也是很清楚 什么样按照耶稣来说是什么样的叫爱 这个叫那个爱的定义 对耶稣来说是怎么样子 耶稣说真的爱就是说能够牺牲 为了自己牺牲牲为了别人 所以做牺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想法按照耶稣的想法 就是说减轻别人的重担 所以今天你如果从这个两个条件里看 应该是我们这个是耶稣 就是耶稣他想要表达这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为了别人牺牲 你今天奉献这些东西不是说为了让别人赞美 但是今天是为了团体 为了穷人 为了别人拿出你的这些东西来 是那种牺牲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你牺牲 然后忽略掉那些没办法牺牲的人 没办法贡献的人 所以耶稣他就是要把他做一个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教会在纪念圣曼尼 这个曼尼的他当做一个妈妈 我们也知道说他的唯一的儿子 就是他的孩子叫奥古斯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圣曼尼他生的唯一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就变坏 你看在非洲 当时的非洲应该是第三世纪的时候 非洲他们应该生活也非常的辛苦 那这个妈妈 伟大的妈妈把唯一的孩子 照顾到他成功 他从智慧上 他从外表上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的优秀 而这个孩子本来应该是要知道妈妈的辛苦 要为妈妈做一些好事情 让妈妈不会那么担忧 反而他又变成非常坏的一个孩子 什么事情坏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所以妈妈看到这样子 妈妈她因为对她的孩子的期待 然后又看到孩子做反的 做相反的事情 所以妈妈她除了倦孩子 回头就做一个好的好人之外 孩子好像都不听 妈妈越倦 妈妈越跟她倦她的时候 捐到达的时候她又走得更远 所以这个妈妈的辛苦 她就是每天都跟着孩子 然后就是为了孩子祈祷 为了是奥古斯丁这个人祈祷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说 这个圣曼妮她真的 她不要认为说 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她自己 是为她孩子的回转 回头转过的目标 所以她用各种方法 除了关心 除了眷眠 还有祈祷 每天祈祷 特别还用她的眼泪 因为祈祷那么久 孩子都没有改变 所以她就是这样的 辛苦辛苦这样子 我在教会服务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今天的国家 今天的情况 很多妈妈 很多阿公阿嬷 他们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友 每天都去教会帮忙 但他们真的是流了多少的眼泪 因为孩子今天整个社会改变 孩子不会把信仰当作 他们应该要遵循的一个 或者说寻找的一个目标 反而他们活到今天 都是寻找自由 寻找自己喜欢就好了 所以让多少阿公阿嬷 多少爸爸妈妈 这样的哭泣辛苦 特别很多教友 都给我们圣明一下说 神父能不能为我的孩子 为了村子能够来圣堂 多少次多少年 都这样的祈祷 但是好像到目前 真的很多孩子 都不管这些 他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的爸爸妈妈的 这样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刚刚讲 这台名下 特别求圣女 曼妮帮助 安慰 指导 转导 给这些在哭泣 在期待孩子回来的 父妈妈爸爸们 阿公阿嬷们 让这些孩子 看到这些长辈们 他们的心愿 他们的心意 让他们能够感动 有一天了 应该他们也会回来 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 然后今天在这个礼仪里面 如果真的 有一天 有一些年轻人 你们听到 我们这个道理 应该你们要想想 你们的父母 你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给你很多很多东西 金钱 房子 车子等等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次要的 不过他们的重要 要给你们就是信仰 希望你们听到 然后好好的想想 学习圣奥古斯丁 明天我们应该会 纪念他的 回头当做一个热心 一个爱天主的教友 天主保佑我们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远行 使一切都奏向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祝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耻 且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祝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只要一把个人今天的 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 每一切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阿圣母玛丽亚 其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是佛敏 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既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饰我们圣神的恩宠 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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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的心中 祥是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祥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祥是我们超见敬敏达之神 阿们 祥是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祝你举ATION 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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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冰的往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清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寿显扬 愿祢的婆海灵 愿祢的实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神明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神明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于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受恶 阿们 愿主你们同在 天明的心同在 愿主那的天主圣父圣子 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仪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